这是印度种姓制度中 贱民阶层的女性 首次不是以受害者的姿态 出现在荧幕前 而是作为她们自身命运的撰写者 新闻浪潮 由一群贱民阶层的女性所经营 原本属于社会底层的她们 透过网络第一次感受到 数位民主的力量 当她们对腐败政府 受报妇女 不健全的公共医疗等议题 所做的报道 获得越来越高的流量时 这让男性经营的大型新闻机构 开始感到不安 周四晚间十点 记录观点 念火书写 就在公共电视